大家好,我是阿维,这期我会讲述那甜蜘蛛山片 蜘蛛山的五个猪鬼们,是由朱蒂渴望的亲情羁绊组成的 但是他们也代表着蜘蛛五种不同的力量吧 下面就让我简单说说他们 蜘蛛,力量行 蜘蛛口口声声说不要碰我的家人 但是自己选择着约带朱姆 当然他们可能都是身为十二回月下线五的朱蒂 所强行裸来伴着亲人的鬼们 约带可能也是朱蒂受益的 但也只不准他身为人类的时候都有这种念头 他拥有强大的肉体 还可以退皮,险些杀死一只猪 最后被赶来了不当义勇 入水之呼吸刺执行,打击之潮,杀死 猪母,操纵行 猪母能够用蛛丝操纵活人或者死尸 强度根据所操纵的物体的实力而改变 本身恐惧于朱蒂的残暴 因而被朱蒂威胁 再不解决入侵者,就告诉朱蒂而慌神 被炭治郎和一只猪杀到跟前 最后在炭治郎水之呼吸五之行 干天的慈语下坦然接受死亡 甚至觉得适中解脱 朱哥,毒液行 拥有能够让人变成蜘蛛的剧毒 原来以为捏到一个软柿子的我弃善意 结果在刺激我弃善意以后 面对沉睡的我弃善意 雷之呼吸一只行,霹雳一闪,六连闪 在空中老巢被斩杀了 注定,坚韧行 身为十二鬼日的夏贤武 却渴望病态的轻情羁绊 在被炭治郎揭破那支持虚假的羁绊时 当怒得对炭治郎发动攻击 在看到身为鬼的尼斗子 为炭治郎当下致命攻击 而炭治郎保护身为鬼的尼斗子 认为这就是他一直想找的心情 但是却固执地以为 独独尼斗子就是货的亲情 在之后的战斗中 被炭治郎想起了火之神神了 人武和尼斗子觉醒的邪鬼术 暴险联手击败 但却没真正地死去 最后被赶来了水柱复刚一勇 以水之呼吸秒杀 朱姐,未知,暂时还没有战斗 但是本身被疏不保护 惧怕朱蒂被他用朱姿切断过身体 最后被重复铺蝶人机杀 那填治郎山的猪鬼们 由恐惧而组成的虚假羁伴 终究只能维持表面吧 谢谢大家 如果有什么错误的讯息 请留言在下方告知我 我们下期见